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说到上海滩呢 很多人会想到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 想到蝴蝶周旋这样的名媛淑女 更或者是想到冯承承和小马哥的浪漫爱情 但事实上呢 有一个名字那实在不该被言 一位了不得的大小 他就是霍原家 这个名字想当当了 您一定不陌生 我记得上个世界 像那几部经典的片子 什么大侠霍原甲 什么镜武英雄 红得很 那个武功高强 又正义凛然的霍大侠 可以说是感染了整整一代人 您听听这旋律 读习吧 多带劲 说霍原甲的一生轰轰烈烈 又极其传奇 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但是 一代大侠竟然在42岁的时候 离奇死亡 至于是怎么死的 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谜 没有人说得清 但是 有一个说法很流行 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什么呢 说是霍原甲的死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霍大侠 那是被谋杀的 那么霍原甲 是不是被谋杀的呢 如果是 那凶手又会是谁呢 今天 咱们就为您仔细的分析分析 咱们不妨呢 把时间暂且先挪到霍原甲小时候 那会儿啊 这大侠呀 他还是一小毛孩 但是呢 因为从小 身子弱 霍老爹呢 坚决不让这个小儿子呢 学武术 但是呢 霍原甲他不甘心呢 好奇 也好学 就像各种武侠小说中的情节 是一样一样的 他每天呢 偷看老爹猎物 最后呢 竟然自学成才 不过呢 这事后来 被这霍家老爷子知道了 哎呦 不好 发活了 我让你不好和读书 不争气 想要气势我是不是 直到霍原甲 24岁这一年 情势才发生了改变 话说有一天 霍家呢 来了一个找茬子 这人呢 直接就点名 要跟这霍原甲的 两个兄弟比 哎 你还说不得 有两下 三招就把这霍家 俩兄弟呢 给打趴下 年轻气盛的霍原甲 这会儿哪还看得下去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脚就飞了过去 五分钟就把这人呢 踩在了脚下 霍家上上下下都很吃惊啊 哟 红小柔弱的这小少爷 竟然不知不觉的 就练着了一身好功夫啊 霍老爷子这下 解了心结了 就把自己的毕生绝学 都传给了这个儿子 霍原甲呢 前行搞了几年的研究 很快就自创出了 威震武林的迷宗权 可以说到这儿啊 霍原甲已经小有名气了 不过呢 距离大侠 那还有待时日 接下来 霍原甲转战上海滩 掀起了中华武术旋风 才彻底出人头 尤其是到了1910年 也就是霍原甲 42岁这一年 响当当的金武汇成立了 霍原甲打出了自己的口号 体格健壮 德志兼备 国民方能振兴 中国人绝不是东亚病夫 此话一出 国人振奋 大家呢 似乎看到了 自强自立的一丝希望 哎 于是 一夜之间呢 是四面八方的人 都跑来金武汇 学习武艺 大家呢 可以看看 这是当时的盛话 这中国呀 有句古话 说霞之大者 为国为民 霍原甲呢 虽然在政治上 没有一官半职 经济上呢 其实呢 也没有多丰厚的家底 但是 他有心去唤醒国人的士气 开武馆 教武术 让一度迷茫 懦弱的中国人 在某种程度上 找到了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霍原甲那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大侠了 可不过呢 中国还有句古话 叫树大招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这眼看着金武汇发展的如火如荼 霍原甲的势力大了 霍原甲的势力大了 有些小人 哎 打起了小算盘 来找事 他们密谋起了一场比武大会 赛制呢 是四比一 四个高手轮流上阵和霍原甲一比高兴 霍原甲爽快的接受了挑战 哇 这么一场阵容超豪华的比赛 你放现在 那绝对是要搞这实况高清转播的 当时整个上海滩都在坐等结果 好 话不多说 开打 各派功夫 还有刀枪剑棍 各种武器是轮番上阵 霍大侠 弹底 一个一个解决 台下的观众看着那位相当的过瘾 开到爆棚 打完三场之后呢 霍大侠中场休息 喝杯茶 接着呢 继续再战日本武士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日本人的功夫呢 似乎还行 和霍原甲呢 能对上两个 怕有点看着 但是 就在大家情绪最高涨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惊爆的小事 霍原甲竟然 扑的一下 狂吐了一大口 一血 这什么情况 连日本对手都吓了一跳 连腿三步 究竟怎么回事呢 弟子们当即去想把这霍原甲带走 但霍原甲呢 坚持赛牌 结果 一带大家就这样 倒在了 这个消息 一瞬间爆炸式的这个速度传遍了大阶小巷 大家都不敢相信 武术高强 甚至呢被大家奉为一代武术宗师的这个霍原甲 他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死 那一口离奇的黑血 背后隐藏了什么呢 这一切又是否早有征兆 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那率先就爆料 说 你们别看这霍原甲武龙高响 大便接下无击手 你看过去好像很坚强 但事实呢 并不是这样的 以前那行都知道 霍原甲外号黄面虎 常年这个脸色呀 那是蜡黄蜡黄的 这是为什么 其实啊霍大侠很早就患上了咔血病 这个咔血病啊 它主要是废除了问题 而这个病一发作呢 它就是不同程度的吐血 一般呢都是暗红色 或者是深棕色的血 哎 这么说来呢 和这霍原甲的情况 那的确很像 前头呢 我们也说到了 霍原甲从小就身体虚弱 所以呢 他老爹啊 才不让他吸污 但这个霍原甲呢 偏偏就自血成才了 而这事实上呢 你患上了咔血病 和这小霍同学年轻的时候 偷血武艺 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武林众人认为啊 霍原甲得这种肺病啊 那是练气功练 而且呢 还是这练气功练的 不当留下的病痰 当年的霍原甲估计啊 他是年轻气盛 又有一点急于求成 他没掌握好一个度 就像这个史料记载的那样 昏气横雀 随伤肺 而在这场比赛的时候呢 这个霍原甲的踏血病啊 很可能已经蛮严重了 结果呢 还连打四场 运气呢 又太凶猛了 哎 一下子吃不消了 才狂吐一口黑血 事情 真的就是这样吗 真相 不过是大夏因病去世而已 历史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那一口黑血 触目惊心 哪怕是凭着直觉 很多人都料定 这背后蹊跷 那打了去了 霍原甲离奇死亡 其实呢 很可能是一场 精心策划 不择手段的谋杀 霍原甲在一场比武大会上 离奇的喷了一口黑血 然后呢 就去世了 这一年呢 他才42岁 这一年呢 精武会才刚刚成立 70天 尽管有人认为 霍原甲的死 是因为一直以来 都患有喀血病 结果呢 在比武的时候 运气太猛导致的 但是 事情 似乎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很多人都怀疑 甚至缺陷 这是一次 策划已久的谋杀 而如果霍原甲的死 真的是一个阴谋 日本人的嫌疑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几点 首先呢 我们看一段很熟悉的画面 这是1972年的港片 《经武门》里的一幕 李小龙呢 扛了一块大扁 上头写着 东亚病夫 我相信大部分人 对东亚病夫这个词的印象 都来源于此 这是日本人对我们的侮辱 让大家看这个小片段的目的 就是想说明一点 霍原甲和日本人 他之所以会结上梁子 最开始 他就是因为这东亚病夫四个字 小日本这头 把中国人踩在脚下 侮辱他们 那头呢 霍原甲就以民族英雄 盖世大侠的姿态 横空出世 这相当于 给了小日本一个耳光 好 霍原甲 认识你了 接下来呢 金武会成立 霍原甲呢 成了武术宗师 影响力他就更大 这个日本人 那就坐不住 来找潮 据说呢 是上海的一个日本积极馆 他们从日本国内 紧急空域了 十个柔道高手 到上海来 干嘛呢 比武 哦不对 人家每期明约 切脱 学习 好 反正这些人不怀好意 凶神恶煞的就奔这个 金武会去 结果呢 我们的霍大侠压根不肯出手 你说切脱就切脱 这事掉身份 哎 倒也是啊 那怎么办呢 霍原甲就派徒弟接招 这徒弟呢 哎 也很给力 随随便便就打趴了 这五个小日本 哈哈 这下这个日本头子就不得劲了 狗急了跳墙 想使阴招 吃了这雄心暴胆 竟然突袭一旁的霍原甲 你说这个找死了 霍原甲呢 一抓 一推 轻轻的竟然就把这小日本的右手 给折断了 日本人呢 这下抓狂了 但是呢 无力反抗 好 只有忍着气 憋着火就回去了 但是呢 这个仇啊 那是牢牢的记下 霍原甲 走着瞧 好 那么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呢 很可能他们就密谋了一个计划 誓死要除掉霍原甲这颗眼中钉 肉中刺 但是 按理来说呢 你想杀霍原甲 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本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 还记得那一口 黑血 我们看当时霍原甲的脸颊发青 嘴唇发黑 再加上这口黑血 明眼人一看 呵 十九八九 是中毒的 好 你个小日本 啊 玩得这么阴 但这毒究竟是怎么下的呢 什么时候下的呢 哎 不知道你还记得这样一幕 前头呢 我们说比赛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霍原甲在和这个日本武士比试之前中途休息了一下 喝了一杯茶 哎 您明白了吗 毒就在这儿了 当然了 这就是电影编剧的一种说法 那么当年的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呢 他也表示了 如有雷同 纯属去购 也就是说呢 霍原甲应该并不是这么被下的毒 那么 他究竟是怎么中毒的呢 哎 事实上啊 仿间对此那是有流传的 怎么说的呢 说是有一天呢 霍原甲的这个咖血病他发作了 而且呢 这次很严重 那么霍原甲呢 是面色惨白 手脚冰冷 胸口呢 还疼得厉害 他的弟子呢 从没见过霍原甲这个样子 哎 就慌了神 大半夜的就到处去找医生 可是呢 接连几个医生呢 都不给力 最后呢 进委会的人 就找到了一个叫秋野的日本医生 这人当时呢 在上海开了一个医院 口碑啊 还不错 而这个秋野呢 一听话 鼎鼎大名的霍原甲来找自己看病 也很积极 带上设备就上门了 诊断了这个病情之后呢 秋野给这霍原甲服下了两片药 哎 刚刚的各种疼痛 不适竟然都消失了 霍原甲呢 很惊讶 哎 你还说不得这个医生啊 啊 有两下子 紧接着呢 这个秋野就告诉霍原甲 现在 你听我的 多休息 少用力 静养一个月先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 霍原甲的身体呢 日渐豪转 但是 这样的瓶颈 很快被打破了 前头我们不是说了吗 来找查的这小日本 想按算霍原甲 结果呢 反被霍原甲呢 打回去了 那么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 刚刚康复了一些的 这个霍原甲的病情 突变 大家呢 就问这秋野 怎么回事啊 秋野是怎么回答的呢 说霍原甲 他是因为刚刚那下 运了气 用了力 上到了内部 啊 那怎么办是好呢 秋野呢 没多声 只是给霍原甲 连打了三针 然后呢 喝了一大碗汤药 可谁也没有料到 不到半个小时 霍原甲 就口喷鲜血 你问他话 已经开不了口 只剩下一点 微弱的呼吸 秋野表示 自己无能为力了 霍原甲也就这样 在第二天去世 目前来说呢 霍原甲是这样 被日本人毒死的 应该是大家 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 但事实上 我们忽略了一些 很重要 但又不是那么明显的 利益冲动 很有可能 历史还另有真相 害死霍原甲的凶手 还已藏在更深处 那么 真凶 还可能会是谁呢 霍原甲很有可能 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因为他们有动机 至少呢 他们和霍原甲 发生过冲突 截下过梁子 但其实呢 你仔细想想 存在这种动机的人呢 还大有人在 他们都有可能 是秘密害死霍原甲的真凶 其中 就有西洋 话说当年霍原甲是 接连打败好几个洋鬼子 都是那种块头很大 看上去很凶惨的 所谓的大力士 最轰动的还要说 后来1909年发生的那一遭 这一年 一个英国的大力士 叫奥匹英子 也跑到中国来走学 淘金子 这所谓的大力士吧 说白了 其实呢 就是一走江湖 卖马式的这江湖艺人 这卖艺的 当然呢 那也会吆喝了 大老远的 飘洋过海的 来到咱们这 不也是希望 咱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吗 不过 这位哥们吆喝的 有点过头了 太嗨了 扬言 打遍中华无敌手 说中国人呢 都是东亚病夫 无能懦弱 这话说的太嘚瑟 伤自尊了 在咱们的地盘上 放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太猖狂了点 中国人民很生气 都期待着哪位武林高手 你赶紧出现 给这老外呢 一点颜色 瞧瞧 那就在这时候 霍云甲 挺身而出 闪亮登场 当时老百姓 那叫一个重派 霍师傅 看你的了 传说中的大力士 首先出场 大家都来瞧瞧 就是这位了 筷头呢 确实不小 哎呀 那个肌肉 那个抱青筋呢 看过就力气满大 今天的挑战者是 天津的霍云甲 咱们的过世呢 在这儿呢 气定神仙 气场呢 也很强 这场全城 瞩目的巅峰对决 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小台派 让这霍云甲呢 签生死状 霍师傅不谢 签什么生死状 这是中国练武之人的露喜 告诉洋鬼子 中国有个传统 四个字 叫以武会友 怎么样 有没有感受到 大将的风盘 台下的同伴们 一听这话 鼓掌欢呼啊 火炎甲 好样的 真爷们 但是 比赛的结果 究竟会怎么样呢 说实际 起初啊 哎呦 不太妙 看着呢 好像是咱这个个手小 使不上劲 是吧 哎 甭急 要是咱中国人 讲究后继伯发呀 好戏 慢慢来 利大无脑的奥皮音 被连霍云甲收服了 同胞们 沸腾了 在这之后啊 还有恩格 不要命的 这些外国大历史 来挑战 最后啊 都被打趴去 霍云甲 因此频繁的成为了 报纸头条的主角 名震 上海 中国人 都为霍云甲 扶着 但可想而知 这头洋人呢 肯定不爽了 他也恨得牙洋洋啊 那霍云甲 对于他们而言 他是一个半路杀出来的 强大的挑衅者 挑战了他们的威严 也打破了他们 对中国人的精神奴役 怎么办呢 万一在霍云甲的记忆下 中国人都瞬间觉醒了 有反抗意识了 众志成成 这也不是八国联军 他惹得起的 西洋人在这个时候 我估计啊 是想让这个霍云甲 立刻消失了 这么推断 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 下了毒手 害死了我们的民国英雄 日本人 西洋人 他们都有害死霍云甲的可能 接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协议凶手 要出场 他就是咱们的 亲政府 你没想到 怎么会这样呢 您且听我 慢慢到来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霍云甲 PK英国大力士的事 这是电影霍云甲里头的情绪 历史上呢 也确实有一笔记本 但是呢 这背后的一些事情呢 恐怕就是 很多人还不太了解 事实上啊 奥P英PK霍云甲 这场沸沸扬扬的比武对决 放 现在咱们来说呀 那其实就是一场炒作 内行的人把这个称作是 借势公关 哈哈 没想过吧 那具体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 首先要提到一个叫 农进孙的人 就是这位 这人呢 是做生意的 跟霍云甲的关系呢 很好 铁哥们 在经济上 对霍云甲是大力之势 而恰恰好 这个农进孙呢 他又是当时同盟会的成员 哎 没错 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个时候的同盟会呢 有一个秘密计划 他们希望尽快的训练出 一批身体强壮 又有军事技能的年轻人 讲白了 那就是有点真功夫 干嘛呢 为以后他们大规模的革命 和军事改良 做准备 哎 我这么说 您是不是有点明白了 这个霍云甲 可以说是当时的武林高手啊 在老百姓里头呢 又有一点小名气 哎 自然就成了同盟会的一个 上好的选择 所以据说 是据说啊 当这奥平音出现的时候呢 同盟会敏感的意识到 这是个机会 是个让霍云甲名声大噪的 绝好机会 于是呢 他们就力劝霍云甲呢 去迎战 紧接着 在一举成功之后 他们又通过媒体 不断的报道宣传 霍云甲 这才在上海滩出了名 并且呢 一跃成为了鼓舞人心的民族英雄 而接下来呢 同盟会再接再厉 帮助霍云甲呢 创立了经武会 尊重山呢 还亲自提了词 尚武精神 这么一来 霍云甲民族英雄 武术宗师的形象 彻底树立起来了 经武会势力也壮大了起来 但是 这么一来 最慌的 那就要属清政府 那我们要知道 同盟会所谓的 为以后大规模的革命做准备 那革的就是这清政府的命 人家是要推翻这个封建地制 建立新政权的 清政府他明白的很 而眼看着孙中山 又得到了一个武林高手 还是民族英雄 国民偶像 哎呦 这清政府表上很担心呢 说不准这个霍云甲 和他的经武会 日后呢 就成了同盟会军事力量的主力呀 那怎么办呢 清政府 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 我们都看过 十月围乘这个队 说的呢 是孙中山秘密来到香港 清廷立马派出了 四大高手 以及三百多个杀手 决心要把这个孙中山 给暗杀在香港 但是 这时候呢 却出现了一群 誓死保护 这个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一场欲血恶战 就这样开始 然而 故事的结局 很悲壮 孙中山 安全地离开了香港 但各路豪侠 却都为革命 牺牲死在了清净的杀手手下 相当的惨烈 所以 或许 和同盟会关系 非常密切的霍元甲 最后也是和影片中 那些身怀绝戒的 这个豪侠一样 死在了 死在了清政府的暗算下 那也是非常可能 所以说 日本人 西洋人 清政府 他们都有可能是 害死霍元甲的凶手 那究竟是谁 我们还没有十足的证据 但是 不管怎样 霍元甲和他们 结下的仇恨 并不是他个人的姿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他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牺牲的 这位大侠 他曾经无数次的打败洋鬼子 为民族赢得尊严 振奋了同胞的士气 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 彰显了中国人的凛然正气 有人说 他不过是一介武夫 只能够用拳头赢得胜利 也有人说 他是一代宗师 他用热血和真心 努力地唤醒着一个民族 但我想呢 不管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霍元甲的精神不得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乱世中虽敢往后 我是中国巨人 尽一生 任浪涛如何汹涌 热血未曾波动 直至今天 海内外金武峰会呢 多达四十三处 一代宗师的侠干义胆 仍然鼓舞着每一个 中国人情 无担忧 我害怕 走上京 无英雄 源于风步 同我这 内乎我 叹水笨图 坚持人的骄傲 从心中投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